拆下斯特螺丝即可拿掉铝板 注意不要拉断USB连接线 然后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长条形端口把它拔掉 注意在拔的时候不要拉线 撕下屏幕上方和下方的两条遮光垫布胶带 注意不要把屏幕弄得颠薄 请找一条有粘性的胶带将屏幕轻轻粘起 然后注意把底下的连带的线也一起带出来 如取屏幕相同方法把屏幕下方的一块玻璃取出 以上为我们拆除损坏的屏幕与玻璃的过程 下面我们开始安装新的玻璃与屏幕 将玻璃轻轻轻的放入操中 然后将屏幕的连线长端和短端按照长孔的左侧下方塞入 然后轻轻将整张屏幕 落于整个平台方槽之内 从左侧板 板上左侧有一个三角标 用这个三角标对准端口上的圆形标点 将它插入 将屏幕下方及屏幕上方的遮光垫布胶带还原 最终拧紧左侧板四颗螺丝 此次更换即将完成 这次再来 咱们下方奖 我们下方奖